大家好 我是天悦阿婆 今天要来分享一款很特别的拌米粉 我的酱料是一个日式风格的 搭配起来真的很好吃 老乔是最喜欢这款了 那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 这种米粉 这个米粉一般在超市里 你可以买到越南产的 还有我们国内的江西米粉 都是这一类的 它的状态就是粗粗的 这种米 水和盐 基本上是这样 但这种它比较耐煮 比较劲道 我这个撑一下 两个人吃300克 这种粉每一个品牌 可能它有粗细啊 这些质感可能不是太一样 那你就按说明书里面来操作 那我这个米粉呢 它说明书是说水开以后 放进去煮10分钟 但是我试了一下 10分钟不够 可能要煮到15分 总之要煮到里面软烂 心不能硬硬的就行了 好 现在水开了 就把它放进去 它水稍微宽一点 因为它会有很多这个粉浆煮出来 中火就可以了 好 趁它要十几分钟煮 我们准备一些配料 蒜可以切成蒜片 也可以切成蒜末 我今天呢 切成蒜片 因为我今天是用五花肉片 不是用五花肉末 所以要配合它的形状 蒜呢 愿意吃多少 就放多少 有的人很喜欢吃大蒜 好 我们现在 再切一些葱花 再切一些葱花 好 我今天就用五花肉片 把五花肉煸出油来 现在不管它 它翻不清 因为我这个不是不粘锅 就让它就这么煎 等它出油的时候 把蒜片放进去 就给它煸香 现在一定要小火了 等一出油 咱们就要很小的火 不要让它焦了 就是把它油尽量的煸出来 把蒜尽量的煸香 把蒜尽量的煸香 尽量把油煸掉 好 现在要煸到 就这种半油渣的状态 有感觉它快成油渣了 但又不是 这时候的肉是最好吃的 好 这个半油渣状态出来了 好 这时候你来决定 要不要那么多油 如果你不要这么多油 咱就把油就倒出来 但如果你觉得 我面里面需要这么多油 你就给它留着 这个你就加豆瓣酱就好了 我这是台湾的成年豆瓣酱 当然你如果喜欢吃辣 也可以放辣豆瓣酱 总之是豆酱类类的 都可以 细细的这种 不是很浓稠的 我咬这种二分之一大吃这样子 因为这个呢 看你有的酱是很咸的 有的酱不咸 你宁可少放一点 后面不够你再放 给它炒一炒 如果里面还很热的话 这个温度 咱们可以把火关掉来炒 这样不会焦 同时把这个葱头放进来 哇 这个就好香好香了 现在把它拌一拌 先把这个肉取出来 就放在面上的 这就有点拌牛渣状态了 特别好吃 这个是我上次在 一个日本无汤拉面店吃的 大受启发 好 现在锅凉了 我们不要浪费掉这个底 这个底我们要拿来做拌面的酱 我会放柴鱼片 这个很神奇的味道 那也看你喜欢吃多少 我就这样抓这样一小把 把它揉碎了 揉成粉 这是很香很香的 这是可以代替鱼露的 然后在碗里面放味淋 酱油 米酒 花生酱 你可以用芝麻酱 再来点盐 把它调开 这就是底料 我们现在把底料先放下去 老乔你是要吃辣椒酱 必须的 就这种 就自己做的辣椒片 用热油浇一下 就浸泡放在冰箱 平时就能吃 面你不用担心 这种米粉煮了 它会有很多这种粉浆样的白白的 但它不会粘 不会粘糊 软了还不够 你拿去手掐断了也还不够 你一定要拿嘴巴里 尝一下它是不是熟透了 熟透了才能拿出来 不然的话半身熟 我馋过了 这个是可以了 现在 我现在关火把它滤出来 这时候我们要准备一点纯净水 不要太多 就大概2克 冲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喜欢吃热的 当然你喜欢吃凉面 那你就彻底冲凉 用冰水冲透 我这喜欢吃热面 我们就把刚才的这个 topping放上 用点葱花 用一个水波蛋也行 太阳蛋也行 弄点海苔 装饰一下 这颜色就出来了 这就是拌粉 老乔我们开工 开工 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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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底下的汤 好 妹妹你闻到香了 妹妹 你不能吃的 有辣椒 好吃哈 就感觉这碗太小了 应该装个大碗 你要先尝一下 那油渣的感觉 perfect 最最最爱 那种感觉 哇太好吃了